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维奇自战武士局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的是第33局 好 下面看实战的进程 这个定势在 阿尔法维奇的棋谱里面是出现的很多 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 基本上它不会在这一带拆的 都是挂脚 直接挂脚 挂脚白奇如果跟着硬的话 它还是不拆 它要么进脚 拖了连斑 或者甚至拖先 宁愿拖先也不走这个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观念里面认为是一子两用的好点 绝好点 它是从来不战 它不这么想 它觉得这个肯定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合它的意 那么这盘棋呢 白奇选择了二肩高架 黑奇是双飞燕 其实阿尔法维奇这个 这个五十盘呢 应该是它的这个 就是 Master就是大师的这个版本 应该说是战胜科捷的这个版本 它的这些招法呢 人类的痕迹还是蛮多的 它是从人类 人类奇谱当中 学习了 学习了非常多的人类奇谱 所以它的招法其实在 一些局部手段也好 或者什么 种种布局也好 在人类的奇谱里面都是有迹可循 到了它最终的那个阿法元的版本 它是通过自我学习 那个可能就更 那个招法可能就更怎么说呢 更这个人工智能化一些 这些下法都是通过 人类奇谱学习当中得到的 点三三 也有拖断的下法 也有这样拖断的下法 而这黑奇呢 是选择了点三三 爬 这尝试必然的 绝对这弃性要点 之后黑奇再拆 简明弃子 这个子它就弃掉 从两边 一个脚上 一个边上 两边借用一下 就弃掉 然后再贴 这个贴呢 不走的话 白奇就这么厚实的拐过来 确实对中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所以贴 下一步搬过来 虽然末术上看来可能没多大 但是这个这种适 适的影响力 这个不可低估 挂脚 二键高加 好 这个时候呢 又拖先 点三三 对 这点三三呢 在 在这五十盘棋里面 反复出现了很多次 这点三三局部的招法并不稀奇 最关键是它 有的时候很早就点 以前呢 人类棋手下棋 一般不会那么早点三三 当然现在呢 也是 现在在点三三这个程度上 已经 可以说 超过 阿尔法的各种版本了 人类棋手现在有在 正式比赛里面 第三步就点三三 好 点 又下沉了一个 这个 最多出现的 最常用的一个 点三三之后的定型 黑棋走成这样之后 拖先 坚定 抢先进攻这个字 好 那么黑棋拖先 白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盘棋 这个局部 白棋都是这样定型的 打吃了立下 那么这盘棋 白棋没有这样下 可能觉得这样的不够近 上面很扁平 这打吃起来也 上面没多少价值 很乏味 所以白棋 这盘棋选择了 更激烈的下法 直接断打 也因为这个子离得很远 对那边照顾的不够 所以白棋直接断打 这当然要长 然后白棋 爬是要点 被黑棋拐下去 你得搬毡的话 黑棋就都走好 比如说这样 被黑的一拐 白棋为了活棋搬毡 黑棋一跳 那这个断打 就失去意义了 黑棋两边都走好 白棋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一定要爬 等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再长 那么黑的如果走这边 白的在这一带 白的就这么跳过来 这样的话 黑棋被迫走到了 那个价值很小的上边去了 是比较难受 黑棋要争取主动 跳 争取主动 白的如果很平凡 就是很无谋的这种往前跳 黑棋再往下走 这样跳到一下 黑棋明显要舒服一些 白的下得很紧凑 靠 上边反正价值不大 它不怕亏损 黑棋在上边走得越多 白棋越高兴 黑的往那边走 白棋这多两个子 这地方要 可能就要猛攻黑棋 黑棋这三个子就危险 不能随便跟着走 那怕你退一下 白棋靠到一下 肯定也是便宜的 对这边有好处 黑棋先扳脚 虎一个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打车是要点 一般我们觉得一路这种一路的走到一路没什么价值 但这种地方不一样 白的如果不打背 黑的一半 这打拔了呢 黑棋就彻底活了 厚了 白棋如果立的话 这边又遭到一拐 还是先手 白棋虽然都能活 但是黑的这一般这边眼味充足 这块已经活了 这拐这边又加强了 剩下白棋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黑的都走好了 白棋就自己跑 那很无趣 这活的也很小 所以打这个 破黑棋的眼 让自己脚也活得很舒服 这拐都是后手 这个打很重要 那黑棋扳虎走到之后呢 这几个子弹性更足一些 黑棋开始反击 扳这个反击 之后白棋贴 黑的接上 挡 断 这是 这断是必然的 断之前先开个结 先用断做结材 白棋提 黑棋再断 那么白棋如果逃 比方说打吃虎 那么黑棋顺手 这里找了个结材之后 顺手提过去 打一下 把白棋能打回去呢 对于黑棋来说应该是 总没什么坏处 再这样继续跟白棋作战 这样作战 也很复杂 这个 很难判断是谁好谁坏 这个 要判断清楚 太难了 会下成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 但是在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很有意思 他就这三个子 照一般的概念来讲 这是棋筋 黑棋连通 吃掉这三个子两块就连通了 这三个子是棋筋 而提这个呢 只不过是吃一颗一鹿的子 那白棋居然就提了 把这结一削 提了 让黑棋吃这三颗子 当然从木树上来说啊 白的提掉这个还是很有收获的 黑棋吃这三颗子呢 也就是七八木 但是黑棋吃掉之后非常厚 这种地方同样 反正 也是很难判断 到底得失是怎么样 应该阿尔法维奇 既然选择这个题 他肯定觉得这样的下是不差的 但是对于人类骑手来说 这个得失确实难以判断 这至少我的水平是 判断不清谁便宜 好 之后呢尝出来 飞 尝一下之后脱线 这是这个 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如果直接脱线被黑棋扣死呢 这个子就没什么活力了 尝一个之后再脱线 看黑棋怎么进攻它 先把这个冲 这个非常大 冲完之后断里边 如果断外边吃脚上两子呢 外边黑棋太广阔了 这儿黑棋又厚 这儿再一广阔 这儿还有两个孤棋 那么黑棋这边或者是吃掉这边 肯定会有 不管是 不管是下边围起来聚控也好 或者是吃掉这两个子也好 黑棋一定会有很大收获 不能让黑棋那么广 断里边吃外边 真子有力 吃出外边 这个是很大的一部棋 黑棋长一个 下得很厚重 就这么长一个引针 白棋呢 把这个桃的问题补掉 好 黑棋这一飞罩 看上去白的这两子很危险 这长一个不走了 被一飞罩 本身就被罩进去了 而且黑棋上边这么厚 但是白棋接下来两招之后 就轻松做活 这一靠 黑的也不得不挡 这不挡被冲出去的话 也不太像样 然后再一批 黑的那白棋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连扳下来 那么白的就简单的打吃完打吃二路爬 打吃完二路一通爬 轻松就活 黑棋反正这个厚实跟厚实的加板呢 厚上加厚也没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黑棋上边很厚 白棋反而容易下这样的棋 它不担心把黑棋撞厚了有多损 这也挺有意思的 黑棋实在是断打 断打的时候白棋先挤一下 再粘上 黑的这时候也没有什么 先挤一下再粘上 就这么简单的走 黑棋单退 白棋立下 就这么就给活了 这块棋就活了 这地方黑棋如果是打吃这个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打吃这个 挡这个的话 白棋就从这里 打吃完了之后 这就是挤的作用 打吃完了之后 它从这里靠出来 你冲不断 冲被一断 这要抱吃 这要拐下去 它可以这样脱身 所以黑棋打吃也不太好 所以单退 那么白棋立下 这块棋就轻松作活了 黑棋将来飞的话 白棋就再补一手就行 等于 白棋连续拖线 挂脚加工拖线 之后黑棋肩顶 白棋长一个以后又拖线 连续拖线两手能活成这个样子 应该还是很满意的 特别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这边已经走好了 黑棋这个后势 要想发挥多大的作用 也 要想发挥特别大的作用 也不容易 好 那么白棋立下 处理好了右边之后 黑棋扳头 扳头是绝对价值巨大的一步 扳了头之后 说隐隐约约 中斧潜力很可观 如果这个被白棋扳过去 那么好了 黑棋这后势彻底没什么用处 所以扳是绝对的一手 黑棋扳头 白棋逼住 抢一个大场 下边显然很大 黑的走过来 跟白的走过来 这个一眼可以看出来 差别不小 黑的步步为阴 一步一步挺进 普通的感觉呢 白棋这要走 不走被黑棋一小间 白的要死 所以白棋要走 但是呢 实战白棋是拖线的 这地方仔细想一想呢 白棋如果走 黑的扳接线手 扳虎或者扳接 这是线手 那么 白棋这里也就是 白棋自己拾木棋 白棋这能为拾木棋 黑棋 白棋跟着走的话 这个扳瞻基本上黑棋能走到 基本上可以上黑棋走到 而白的如果不走 这被黑棋吃了 即使我们算最简单的 白棋一小间 这要跳过 你得打 再一虎 你得打 再扳 好 黑棋脚上只剩三木棋了 而刚才黑棋如果能先手扳粘道的话 黑棋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木 这黑棋脚上少五木 白棋多个一两木 就是 差别六七木 差别已经有六七木了 而白棋刚才自己只为到十木棋 这里黑棋增加的木数呢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大致十五木的样子 黑棋增加十五木 白棋减少十木 一共二十五木 但是扣除这里六到七木的差别的话呢 也就是个 实际上这部棋并不是像看上去 并不是像看上去那么大 不到二十木 实际上它的价值可以说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这样计算 复杂一点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手段 这也不好说 黑的如果一毛不拔 白棋 比如说斑 或者小尖这个也是先手 再一斑 黑棋虎的话再冲断 跟黑棋杀气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 还有种种的味道 所以这地方并不像看上去想象的那么大 必须得硬一个 不是这样 白棋脱线 扳下来 黑棋呢 看到反正白棋这块活的 断这个意义也不大 所以扳这个 再爬 白棋结爽 黑棋跳这个 好 这地方我们就可以判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 阿尔法 它 黑白双方的判断 它同样 黑棋也没有走这个 它觉得 这一手棋的价值 比那个多大 所以 黑棋是 走这个 限制白棋这一块 同时自己 扩张一点 白棋也没有去补 它总是想寻求更高效率 没有直接补而是 掉在这 问问你硬手 不管你尖顶哪一边 我就搬过另外一边 被搬过了 黑棋都不舒服 所以靠上边 这样你扳的时候 我可以挖一下 走几个之后 白的还是不补 这个补 它还是觉得小 哪大呢 中间跳大 确实如果补 被黑棋这样照过来 这中斧的 中斧黑棋就 太大 所以这个跳确实大 我们说草肚皮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也不能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都把中斧的价值 当成草 那也不行 接上 靠 黑棋的下法比较紧凑 刚才我们说了 这样走呢 这样走呢 一是吃不干净 白棋比方说虎 明显是先手 这一搬就有打结度锅 二来呢 即使你吃掉了 这一小尖 搬进来 白棋利用完了之后 吃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大 那边还还有搬的问题 所以黑棋也不肯这样去走 但是靠 白棋 白棋一虎打 很正常 然后黑棋一虎 这个下法就比小尖要紧凑 白棋 二路一小尖 那么如果黑棋打 白棋将来 横着一顶 二路一虎 要断黑棋 黑棋不断 这一般还可以打结 黑棋搞不好 到头来什么都没吃到 所以黑棋也不走了 刺 断 白棋能立下 断开是为了 瞄着白棋的薄位 把白棋切断之后 这一飞点 先压迫一下 白棋不得不在底下连 不得不这样连 连了之后呢 黑的 把中间封住 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吃左边也吃不干净 所以说 左边价值也是比较小 那么边边角角上 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 也只剩下中辅可以静音 只剩下中辅可以静音 所以黑棋 封住中辅 冲 党 飞点 飞点 这个 黑棋恐怕不敢轻易地强行冲断 冲断被白棋反断 黑棋自己被卷进去了 而且这边冲断的话 白棋这一段贴是先手 这打了一路冲过来 黑的这边也很麻烦 所以冷静接住 白棋贴进去 黑的顶打 如果能打到白棋沾上 那总好的 再挡下来的时候 总要舒服一些 而白棋是糊进去 要把黑棋中辅的潜力给破掉 否则黑棋这飞过来 还是能微不少 糊进去 刺 斑 好 这一斑白棋要小心 首先当然不能去断 断没什么意义 断被黑棋先手一提 然后藏回来 藏回来就可以 白棋整个被断在里边 非常的危险 那么我们来看白棋联络 如果谋求联络的话 也不好连 这地方如果冲的话 黑棋提示先手 提示先手 如果你提还是被冲断 白棋当然是可以这样顶吃 顶吃的话可以确保联络 黑棋提白棋提 黑棋再提白棋可以战胜 可以确保联络 不过这里黑棋先手提一字 再挡下来吃那块的时候 就舒服多了 没有白棋先手虎要断这个的问题 所以黑棋斑 白棋还有一种联络的方法 就是虎这个 虎这个的话也连的不清楚 黑棋横着一冲 然后再一单站 白棋如果提 这里还是会被断 白棋如果提 这里还是会被断 如果白棋是 不提也没什么好办法 而且黑棋还有打吃了 把这个站上的问题 这个地方呢 白棋冲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黑棋直接冲过来 这里虽然有双打吃 但是黑棋接上 确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黑棋接上 白棋为了连中间的必须 提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黑棋 粘上如果吃不掉的话 冲着吃 把这块白棋就给吃下来 有这个转换的可能性 这也许是白棋 也许是白棋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冲这个虎 这个都连不上 那么我们看白棋怎么下 白棋打吃这个 黑的如果跟着走一手 那么白棋现在在虎 这样黑棋就断不了白棋了 白棋一断打 这个不能被吃 只能粘 然后白的一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交换 已经防了这个断点 黑棋先手提一下也无所谓 白棋就粘上 所以白棋断打 这个时候呢 黑棋没有跟着硬 而是把这个接上 把白棋给分断 让白棋挺进来 在中间置固 白棋这块呢 看上去也不像会死的样子 挺进来 跳 往外逃 小尖 挤住 贴住 这地方如果被白棋走过来 始终还是薄 所以贴住 而且白棋贴先手 这个贴先手 中间黑棋也不好动 白棋爬过 这地方刚才我们说 虽然说比较小不重要 但是下到这个局面 大的地方什么 逼住这个中间跳啊 中腹挺进啊 大的很多地方都已经被占了 这个就显得大了 黑棋提这个先手 一步挡下来 如果都能吃光的话呢 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白棋抢一手 那么黑棋中间又贴了一手 白棋这地方还不补 那黑棋只好 奋而动手 那当然白棋这个贴 其实跟中间还是有点关系 这个爬过 黑棋冲完贴这个 贴这个之前 黑棋就想这样下 只是呢 迫于黑的太薄 现在又加固了一手 板 跳 靠 靠 靠一个 下一步 这一加 黑的就没了 那么黑棋接上 板棋尖底 问问黑棋的硬手 如果黑棋长 那么白棋在这留下一个眼位 问问黑棋硬手 如果黑棋接上 那么白棋在这留下一个坐眼的空间 将来还留下一个虎端 给黑棋留下一个断点 那么黑棋长 长的意图是 如果白棋脱先的话 黑棋冲完打先手 这就没有断点 好 黑棋长到这 那么 接下来白棋中辅 应该怎么制估呢 我们继续看实战的进程 这盘棋下到现在呢 这个在双方在左边 左下角这个定时 这个判断很有意思 黑棋在中间长的时候 双方都是脱先的 白棋不要 黑棋也不去吃它 这个 我们经过仔细的判断 确实它 大小分得非常清楚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盘实战的进程 好 黑棋既然长到这儿 那么下一步 白棋如果不走 黑棋冲先手 打先手 黑棋就没有断点 白棋就不好找 制估的头绪 所以白的挖断 挖断 黑棋横顶 横顶是必然的 白棋这个挖断 判断是为了这里打断 这里打出来 这打出来之后 中间这一飞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飞 黑棋是逃不掉的 这样打呢 显然是被夹死 如果是这样监顶的话 白棋打吃 再从这儿 打吃 打吃 再挖吃 黑棋被遗弃吃死 中间有这个飞的问题 而这边呢 很显然 很显然这边黑棋 如果被白棋一搬的话 它局部就死在里面了 得跟白棋这块杀器 跟白棋这块杀器 至少是白棋不会死的感觉 所以白棋打完沾上之后 黑棋是飞点 这不能被白棋搬起来 那么黑棋飞点的话 白棋这一飞 吃住 吃住黑棋中府三子 打 这个黑棋不失时机的 打这个 这是好 这是很机敏的 如果被白棋唬完 搬先手 再利先手 这就什么都没了 全是白棋的目数 而现在打的话呢 白棋不能利 利被黑棋一冲 白的这边先死掉 白的只能提 现在黑棋打吃 白棋只能提 黑棋先渡过 这样就可以 抢先便宜一些目数 打 提掉 黑的没有 马上提 在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 先吃 把这边先味道走走好 我们刚才说了 黑棋这尖顶 白棋是要靠这个吃 吃 再打吃 没有这个子的时候 是要这样吃掉黑棋 那么现在黑棋吃这个 显然是先手 中府要逃了 黑棋这边 有一点隐患 它把它补干净 否则的话 白棋 得到机会把这个沾上 黑棋横顶 再把那个扳过 这样打劫杀黑棋 这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黑的断打 吃干净 白棋也要把中府补干净 把黑的踢接 把黑的踢接 白棋接上 这个飞是先手 白棋如果不硬 黑棋一打 再一打 局部白棋就没有两个眼 撕了 最白的拐斥 提回去 把白棋提的沾上 这黑棋 这一打很机敏 收获相当大 白棋再搬 再搬都不是先手 最后你长 长 把这块孔收住 白棋提 搬住 反正大家各自挑大的走 搬这个 冲 冲一下 这样问问黑棋应手 黑的如果挡住的话 黑棋如果挡住的话 这地方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比如说将来白棋断 你这么走 这两打先手 这靠出去 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如果这样吃 白棋有这个靠 这一靠 这一横顶 这里黑棋不入籽 要吃三子 这一横顶要吃三子 这一冲要吃这三子 这样留下一些 关子的 后面留下一些 关子的手段 所以黑棋一看 挡住还有问题 那么索性就不挡了 爬这个 不挡 白棋也没完没了 接着断这个 问问你走哪 始终是让你不得安宁 如果吃这个的话 这里靠断的味道 可能又开始了 黑棋稳重的拐吃 还继续靠进来 反正这白棋就觉得 黑棋这块 控各种 各种的气井 断点多 总要想出一些办法 顶进来 黑的如果搬呢 白棋肯定已经便宜了 留着爬过 甚至还可以往里长啊 什么往里连搬 之类的手段 都是有可能的 打吃的话 一挖打再虎过来 又破 黑棋挡下去 架 接上 断 这利用黑棋这里 气比较紧 白棋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文章 顶一个找结 这个呢 不能不走 不走的话 白棋是这样挡完 打吃这个 这截对于黑棋来说就 负担重了 不能输的截 挡住 踢 吃 这地方要说棋呢 是没有棋 如果白棋结材绝对有利的话 白的可以把这棋走成这样 我们可以看成如果白棋结材有利 白棋可以走成这样 但是呢 白棋现在没有这么 没有这样打吃了 估计是觉得这结材也不见得就打得过 因为黑的中腹 中腹这里有结材 没有这样打 而是单靠 因为白棋这个是先手 这个也是 我们刚才看到这几个都是先手 黑棋不可能长 只能吃 所以呢 白棋在这里还有一些 还有点余力 黑的不能立 这三个都是先手的话 立在这被白棋一跑 很显然黑棋要死 所以只能提 把白棋度过 棺子上又 又 扣到一点 先手把黑棋给挤回去了 棺子上有所收获 然后反提 这提还是蛮大的 事关眼位 事关这个双方的眼位和木树 接下来黑棋如果不走 那么可以看成白棋虎 斑再提 全部都是先手 全收回去了 所以黑棋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逆收关子 尝 如果黑的粘 那么白棋 这尝到一下 总是先手便宜 将来再尝那个 你又只有吃 这都能先手走到总好的 黑的爬 黑的不理了 抢大的 尝一个问问硬手 黑棋冷静贴这个 如果硬到这边的话 如果硬在这一袋 那这可能冲进来的时候 这个威力就 冲的时候 黑棋就损失会更大 所以黑棋挡这个算 让你吃两子 尖顶 提 吃掉 一路打 白棋现在有结材 趁着有结材 把黑棋打回去 打到一下 木树总要便宜一点 冲吃 这部提呢 价值 八木左右 八木左右 八木多一点 那么显然不如上边大 上边走一手 怎么看也不止八木起 把它往里冲 这期现在再提 因为这个拐出来之后 这长还是线手 那就冲了之后 这就显然不止八木起了 如果白棋扳 那么黑棋二路扳进去 这白棋可能实地上要受一点损失 白棋长 如果白棋要下边这样要实地 那么黑棋扭断之后 上边打是先手 上边这块白棋 毕竟只有 一个眼 眼位还不是很安全 所以也要小心 白棋为了照顾上边 那么 尝一个 木树上稍微付出一点代价 这也是正常 贴 先挡回来 提示先手 必须得补活 好 纷纷地收大棺子 白棋在提之前的这里先大飞了一下 这黑棋得硬住 再提黑棋补 白棋再爬进去 黑的呢 贴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 这里如果被挖断 白棋整块是只有一个眼的 所以呢 虎一个 挡住 打拔很大 打拔之后 还有加进去 那么一起 吃掉这个 吃掉这个价值也是不小 进入一种 这个 进入一种细棋 棺子的争夺 提 这解黑棋总打不过的 白棋是无忧结 所以只能补 打吃 加入 拐 白的没有马上度过 而是先拐这个 黑的提 白棋现在在度过 黑棋再提 好 白的这时候不肯轻易粘回去了 跟黑棋打这个结 这必须挡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不挡的话呢 这块没活 这冲呢 是连不回去的 白棋这一靠 两个断点 白棋必得起义 连不回去 打 这是我白棋提过的 挺有意思 这个 白棋觉得黑棋提的话 我就提这个 也不怕 黑棋吃中复 把黑棋提回去 然后再提过来 这结 提的人是眼花缭乱的 又开始打这个结 现在形势呢 现在这局势还是相当细 谁都不肯 随便退让一点 白棋这一段 这一段 本身是个结材 同时也问问 黑棋印在哪 这一打吃 这个结 黑棋受不了 所以肯定是要印的 印在上边的话呢 白棋将来打吃完 还可以往里爬 下边损失了 所以黑棋弯在这 弯在这呢 将来白棋顶在这 黑棋上边要收器吃 所以断一下 这是蛮舒服的 又可以产生两个结材 同时呢 也问问黑棋印手 长 打吃 粘一个虽然能多找结材 但是粘被提在这的话 木树先亏损 所以白棋打掉算 担 充 充一个 嗯 这地方呢是这样冲一个看起来是收个关子 但是黑漆呢也不能大意 这里白漆有这个点的手段 或者简单一点打吃完拖这个也可以 爬顶的话再爬踢了扑 然后这一扳把黑漆扳断 黑漆这块没活 所以冲实际上是一个劫材 黑漆需要补活下面 然后白漆提 团住 黑的终于是不打了 黑漆可能觉得再打下去 这个也不容易找白漆的劫材 要找损结的话呢也不合适 所以团一个 那么白漆冲斥一下 先手一度又得到一些便宜 这地方呢白的不能沾这个 不能沾这个 沾这个的话 黑漆力呢当然形成一个巨大的结 但黑漆可以走这个 这是很奇怪的地方 白漆扑的话是个连环结 黑的提 白漆找结提过来 黑漆又提那个 所以这里是连环结 白漆粘的话被黑漆吃掉不行 白的如果打的话这边又连环结 黑漆提这个或者提这个 黑漆永远不需要找结材 反正白漆永远打不赢 所以沾是不成立的 沾被黑漆一度死在里面了 那么但是白漆可以这样单度一下 让黑漆提在里面 木树又稍微便宜了一点 白漆撑了半天 这个结就是为了这度一下 又便宜一点木树 有可能是两木齐 好黑漆提 白漆扳 这一般呢 同时吃住了这两边 一共四颗子 剔掉 为了挡住中间 挡住中间 围住 这也是现在价值最大的地方了 断打 再断 这一段 这个打吃很大 这一打吃 虽然黑漆可以从后边吃 但是木树上已经被白漆先提一下 嗯 而黑漆呢 也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在被打吃的时候就麻烦了 这就接不归 又变成打结了 所以呢 黑漆是单站 嗯 那么断一下 先手便宜了 再冲 这团很大 黑漆挤是先手 这先手一挤就一个都不用补 而团住之后呢 黑漆里面要补两手 所以是一二三 逆收三木 团这个逆收三木 肯定是现在价值最大的漆 提 顶在这里 我们刚才说了顶了之后 黑漆要收器 如果这被黑漆提完接住的话呢 里面只需要收一器 顶住之后 白漆全都可以把它收回去 顶同时也是制造劫材了 提的时候 白漆不肯轻易粘 而是顽强地走这种有木 然后要把这个接给提回去 我们看一下 打赤的时候 黑漆是提 这个接在黑漆手上 白漆没有马上提这个 他担心被黑漆粘上 所以又找一节才 然后先把这个接提回去 再提这个接 黑漆一段 这一段呢 摆得要小心 看上去这是一个后手 不是节才 但是呢 它其实价值也蛮大的 如果白漆不硬的话 黑漆往里先爬一下 往里先爬一下之后 搬 当黑漆粘到这个的时候 这一扑 扑死这个呢 价值也有四目漆 你不能要 如果你要这四目漆呢 那就比较惨了 那被黑漆一路打 吃完了再扑 先手连上 再提这个 不是提这个的问题 黑漆连上之后 白漆得补活 否则被黑漆点进去 这白的就有问题了 所以它有这个收拟器的手段 这个收得到最后 这三个子白的都不能要 并且同时黑漆还产生很多结材 所以白漆这时候 还是硬一手为妙 断一个 试结材 白漆印一个黑漆提过来 冲一下 提回去 黑的一弯 要求跑着四目漆 白的一看四目漆呢 就给了 黑漆连回四目 白漆把这个连上 好 这个结终于算是解决了 这结的价值呢 顺便说一下 这结的价值比看上去的要大一些 如果黑漆把白漆提回去了 这在铺到 提到 等于是这样的话 将来黑漆再铺一下 这个之后 弃拳紧住 黑漆有着挖打的问题 挖打完再一粒 这里面还有双活 所以白漆里面还得补一幕 这也是白漆为什么一定要撑着 把这个结打赢沾上的一个 一个原因 好 白漆现在把这个接上了 黑漆搬这个 价值四目 重 又提这个 这盘漆在关子阶段 关子阶段这个结真是没完没了 虽然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结 但是呢 可能每一个结都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可以退让的 在细棋局面的话呢 可能稍微一点点的退让 也可能导致这形势就是胜负的天平 就朝一边逆转 收器 黑漆不走的话 走这个打结双活 这黑的当然要硬 提回去 提 接上是结材 提有四目的价值 再提回来 可以去再提回去 这盘漆呢 双方关子争夺的也是非常的激烈 最终一共下了346手 最后白漆 以小胜而告终 好的 那么这盘对局就为您讲解到这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